看我的樣子好像很曬 但其實我又和自己說話 看我的樣子好像很曬 但其實是不熱的 是不熱 還要比香港舒服 我們現在去吃之前預訂的日本午餐 然後去之前預訂的SPA 今天是最有預訂的行程的一天 但晚上應該會走市場的 這裡就是Central Embassy 是一個購物店 我們一個小時後就在後面吃午餐 也是一間酒店吃日本東西進去 進來浪費時間 因為還有一個小時才吃飯 這裡就好像置地廣場 全部都是名店 我的朋友也是這樣跟我說的 不過這裡有間叫Audrey的餐廳 就是有個很好吃的泰式奶茶蛋糕 還有就是Food Court的東西都很好吃的 不過我剛才說的泰式奶茶蛋糕 那間那間Audrey 其實它很多地方都有的 你又不一定要來這裡 想找個舒服的地方 又大又涼 就可以進來吃一吃的 又說這層是Food Court 但是也很多垃圾東西賣 有沒有人想要這件衣服 繼昨天的老虎衣之後 有個Doodood Hut 很漂亮 這裡還有街邊有得吃的 這裡全部都可以吃 我的朋友就說如果怕肚子 就不如來商場的Food Court 就不要到處吃了 但是有時候吃一下 那些大排檔都過人的 我覺得 香港 平時在香港 都很少去Food Court吃東西的 因為一聽到Food Court 就誒Food Court 但是在這裡 這個Food Court 是很漂亮 很乾淨 很多選擇 還有似乎看進去 每一間的食物都是好吃的 我們試了這個 不同味道的椰子汁 它們說有花生醬味 濃一點的 都蠻好吃的 甜一點 我們就有得看 沒得吃 因為我們是等著去吃午餐 我現在不斷在宿舍這邊 只不過是Food Court的冰山一角 然後我們離開了 就經過這間 英國的店 是不是 因為我沒有去過英國 所以我就沒有親身去過這裡 竟然在泰國看到 這個膠膠的袋子 是很多女人背的 所以我才會認識這間店 但是我對那些 啤啤和毛公仔比較有興趣 要參加一個比賽 要有人推薦你參加這個比賽 要付錢參加這個比賽 你贏了這個比賽 你的作品才可以放進這裡 這個杯漂亮 有參賽設計師 有參賽者 Binnie我獎的資料 我說這個杯墊是很熟口麵的 這些是日本蒸油 很漂亮 我說那個包裝 泰國 泰國到處都有很多賣木的地方 在這間比較漂亮的商場裡 都無緣無故有一堆木 而那些木架屎 就是無印良品的 不過這裡便宜很多 還有款式多很多 我買了一雙木筷子 就是我將會拿起的這一雙 我覺得它挺有趣 終於吃完時間了 來到日本酒店這裡的頂樓 吃日本餐 沒有理過多少樓 便走進來 在24樓 是不是頂樓 好大 這裡很大 這裡有很多午餐 便宜一點貴一點也有 哇 好漂亮 這個是雞蛋 好熱啊 它這個也超美 原來是豆來的 好吃啊這個蛋 又到各位家庭觀眾 最難受的時候 就是看我吃東西了 這個餐吃很貴死來的 因為它是逐度逐度送的 今天頭半天是 資本主義的世界 晚上才是 要看你買成怎樣 晚上 今天還是你爆豬 我不覺得我會買很多東西 我之前的旅程真的這麼說 青木熱帶 你很久 整個降落山這麼大 整個降落山這麼大 警告你不要吃著 要拍照 嗯 嗯 我在鏡頭後面吃了 忍不住 要放在嘴裡 它現在開了窗簽了 看到外面 天婦羅 這個天婦羅 真的做得很好 一點都不油膩 每次都很脆 一會兒 你們很快 很快 就會聽到那些脆的聲音 有時候剪自己的吃夜片都很辛苦 自己也餓了吧 對 因為你剪那一刻已經吃不到 看起來 出到什麼 對 什麼 開來見我 哦 鐵板炒飯 鐵板燒 鐵板燒 鱈魚 真的 聽到鐵板燒的聲音 好吧 以我依稀記得 這個位於酒店頂樓的 鮑羅萬有的 日本料理餐 好像是四塊幾歲港幣 是不便宜的 不過 香港就這樣吃一塊鱈魚 在美麗的餐廳都已經不便宜了 還有天婦羅 還有壽司 其實是什麼都有的 所以那個價錢 再加上它在酒店裡 在頂樓 又有那個感覺 我覺得是完全值得的 好 好 好 你剛才來壽司之前 是吃過些什麼 吃了道具 煎麩 煎麩 對 還來壽司 這個才是主題 因為你有炒飯 我想剛才你還沒有飯 沒有沒有 實不相瞞 我一直在剪這段影片的時候 我正在吃麻辣鴨蟹 但我現在看看 我都想吃壽司了 好懷念 這個餐 香港呢 我投資過一間 叫做 母殼的 我的朋友說 二三百元真的很划算 但這個雖然是多一百元 但這個是更加划算 好漂亮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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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完一個漂亮的日本料理之後 我們本來打算離開 但發現呢 有道門可以出外面 可以看到外面的風景 因為這裡是頂樓 那就出去八卦一下 好曬 這裡 擦不大那個眼睛 現在過了對面 去這間酒店 SPA在另外一間酒店 吃完東西不搽唇膏 都要做SPA 好像很漂亮呀 SPA就在這裡進去 他們倆做什麼呀 你試試看 你真的要站出來嗎 嘩嘩嘩 沒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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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第30樓呀 選擇一些 massage oil 你們選了什麼 沒有了 沒有了 我們在30樓呀 選擇 massage oil 我們在30樓呀 我選擇這個米味 現在來這裡休息一會 然後跟進房間 兩個男生一間房間 然後我就自己一間房間 你們很浪漫呀 你們很浪漫呀 很浪漫呀 進來SPA房了 現在要先洗澡 一會兒就在這裡做SPA 我們會做三個小時的 做完SPA還有這個 椰汁 糯米飯 現在去火車椰市 叫什麼 Rod Rod Fire Rod Fire 是一個人 原來是有很多個不同的 車站市場 Rod Fire 是我們那個泰國朋友 告訴我們這個字 就是車站的意思 有一些市場 就是不斷進入東西的 我們其實呢 上了Youtube做了一點點功課 我們見到呢 有個女生不斷進入東西的 原來就是我們今天去了這個 但是其實我們想去的那個呢 就是很多Vintage那個 也是很多人拍照打卡的那個 但是我們之後會去的 你們不用擔心 未必當當也有東西看 都是那句 好像昨天一樣 不過這裡有那麼多命中率 好像高一點 其實這些市場對我來說 是沒有東西賣 沒有東西看的 因為全部都是 好像女人街那些貨 有些翻版 Chanel T-shirt 是不是選錯行啊 沒有選錯行來走 因為行行都是這樣的 不過 旁邊這些 店舖就好一點了 你看到的東西都是漂亮一點的 因為有幾間Vintage店舖 看一看都好過沒有 說店舖、說市場裡的店舖 這一攤首飾已經是 全市場最好看的一攤 最啊 是最 啊 這攤是買娃娃的 他又買到東西 這些飲料呢 好過大杯 我只是拍一下而已 哈哈 我們在找東西吃啊 市場除了有女人街的部分 也有吃東西的部分 你看我一直掃過去 其實是無限的 我絕對不可能拍完所有食物給你看 而且每一攤 你都會想吃一口 那個問題就是 在泰國試有些搞笑 但因為我經常見到人吃 我很想試 那個魚膏啊 對 整天看人家去韓國的影片 超說這個魚膏很好吃 對 我知道我應該不是吃辣的 去試那個真味 但我真的忍不住 其實這一場在泰國 我沒什麼吃辣的東西 對 竟然我自己也想不到 我不吃辣的東西 真的會死的 山蟹 山蟹 你想試蝦還是蟹呢 沒所謂啊 好 冬蔭 薯條 我們來試一下 剛剛那個蟹 我在日本餐廳吃過這些小蟹 它不是不好吃 炸的東西一定好吃 對 在買中蔭薯條 打算去找正餐 但不停吃這些 好熱啊 怎麼了 我敗麵那裡 有可能是很多人介紹的大碗龍蝦麵 這裡 龍蝦麵好像很遊客 我們最後選了這一檔 吃雞麵 好吃啊 為港幣10元一碗 這裡的感覺雖然很夜生活 但是 人給我的感覺很乖 好像來一下嘉年華 然後喝杯酒 我們在這裡吃了一晚 然後我們上了停車場上 看下來 嘩 把女人街變成這麼多檔 再叫你走去 問你怕沒有 剛剛就是有這麼多檔 吃東西再加上買東西 那買東西的東西 都算了 可以不看的了 這個好像叫做 新的火車市場 對 Vintage那個是舊的 這個是新的 我給它 駛車邊的7分 或者6.9分 因為買的東西 就有點不值一提 吃東西是OK的 如果你想繼續看我的Vlog 記得訂閱這個頻道 還有就是 追蹤我所有的 Instagram Facebook 及Snapchat 全部都是E-V-I-T-A-W-O-N-G 想找我做塔羅 或者是魔法 或者是古靈精怪的 就可以WhatsApp 9768538 9768538 9768538 好 我們下一條片再見 拜拜